看看新闻吧 正装映照 征婚对象20到40岁之间 身为东方卫视的知名主播 早已为人夫为人妇的潘涛 没想到自己竟然被相亲了 而且还捏造了择偶标准 这个假潘涛出现在某知名相亲网站 更让他本人气不打一处来的是 因为自己被相亲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这对他本人和家庭都造成了困扰 就在12月23号晚的 FMG名优新播音员主持人颁奖典礼现场 潘涛对自己的信息被盗用事件 做出了回应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但是对于这么无理的存在 作为一个新闻传媒人 我要拿起我的话筒 做出有力的拷问 我要对方给我一个如实的交代 因为受到伤害的不是我一个人 记者采访了解 目前国内一些婚恋交友网站 均为非强制实名制注册 大量虚假信息畅行无阻 而潘涛本人不仅从未注册过类似网站 更是早早成家 女儿都已经六岁 对于婚恋网站的侵权行为 潘涛表示 为避免炒作之前不愿多谈 但将通过正规渠道 将维权进行到底 娱乐新天地上海采访报道